今晚我在海坡特多的阿曼港海插鱼 当时却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 我的鱼叉居然被一条大鱼给扯断了 OK朋友们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有好多朋友私信我 不过我阿曼在哪里 阿曼是一个国家吗 确实阿曼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国家 就是不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所以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阿曼是属于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沿海国家 也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阿曼的边境是紧靠着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野门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迪拜 迪拜离这里就离我现在的位置就几个小时的路长 它的国土面积是30.95万平方公里 也算是一个土地比较广阔的国家了 它的总人口才467万 真的算是地广人稀啊 然后他们90%都是伊斯兰教 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能听到就是伊斯兰教在祈祷 就是差不多在凌晨5点左右的时候 阿曼主要出口的就是石油 天哪气 也算是一个石油大国 只是大家都认为就是什么迪拜啊 沙特啊 记得 还有阿曼 所以说阿曼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土豪国家 最后呢就是阿曼的首都啊 就是马斯卡特 我现在待的位置 你知道吗 首都人口仅67万 都跟中国的一个小县城一样 最近这几天啊 我开车真的没感觉到什么堵车 然后啊 它的马路也非常宽广 路也非常干净 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我今年过年 打算在阿曼过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整理一下 要去赶海了 过两期我再跟大家分享啊 这个阿曼的物价高不高 OK 现在是晚上7点347 今晚拿这个鱼叉 去叉鱼 不用鱼枪 看一下能不能叉到 有一个我有一个 高了 就在这边 好黑啊 衣服已经换好了 现在我们下海 现在准备开始 沉浸ed 巴 沉浸ed 味道 嫌 我 我 鱼 不 我 哦,收過第一隻,十八 OKOK,收過還蠻大的,估計一斤多兩斤 OK,收過還蠻大的,估計一斤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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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這條更大,收了收了收了,哇,這裡十八好多哦 OK,收了一斤多,估計一斤多,估計一斤多。 哇,鴨嘴一條,哇,這條很大,估計好幾斤,哇,看怎麼弄掉 啊,噢,噢 哦,那魚太大了,你看到沒有,都扯斷了,看到沒有,差的斷了,斷了,算了,打不了了,結束了 哎,這麼大的煙蝟,對,太可惜了,這個魚叉斷了,有一條十幾斤重的那個蘇梅,啊,沒拿上來,採梅吧,蘇梅類的,現在上次出家,有點冷啊,現在 打到了一條這種採梅,非常大的採梅,結果魚叉壞了,不然那條採梅,非常棒了,現在我們一樣了,來看收貨 雖然呢,只有三條魚,但是呢,已經感覺很多了,這條呢,就是虎斑,在海裡我是沒注意看,拿上來才知道 然後還有呢,就是這個鴨嘴魚,這鴨嘴魚我估計有一米多,今晚呢,我們就不做吃的了,因為都快十二點了,所以明天早上我們再吃魚,OK 這兩條虎斑呢,昨天我醃了一個往上,應該味道不錯了,現在我們開始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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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吃虎帮 看下这虎帮好不好吃 哇 这个肉 被我昨天那句稍微腌一下 今天特别好吃 因为它有一点点咸味 然后今天我又那句 又有花椒 又有辣椒 非常棒 不过虎帮啊 它的肉本身就好吃 再加上我的厨艺 相当棒 阿曼的海货真的非常多 昨天我夜浅一下 发现鱼老多了 又大 接下来的日子 我鱼真的是吃不完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 给个点赞 关注 加评论 谢谢 再见